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光影流转》,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功夫熊猫里的面条秘诀,真的好吃吗? 2. 疯狂动物城,动物配音员真模仿 3. 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只会说三个字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功夫熊猫里的面条秘诀,真的好吃吗? 《功夫熊猫》,这部电影不仅以其幽默诙谐的剧情和深刻的人生哲理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还因为其中的美食,尤其是阿宝的父亲所制作的面条,而让人垂涎三尺 在这部电影中,面条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几乎是一种文化象征,代表了家庭、传承和秘密的艺术 首先,我们得承认,电影中的面条看起来确实非常诱人 阿宝的父亲,一只鹅,自豪地宣称他的面条秘诀代代相传,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秘诀究竟是什么? 它真的能让面条变得如此美味吗? 在现实生活中,制作一碗好吃的面条确实需要一些技巧 面条的质量取决于面粉的类型,和面的技巧,面团的松弛时间,以及主面的火候等多种因素 而在《功夫熊猫》中,面条秘诀的悬念被保持到了最后,最终揭晓的秘诀实际上是没有秘诀 这是一种非常东方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个人的努力和内在的成长 如果我们从幽默的角度来看,阿宝的父亲可能是最早的营销大师 他通过创造一个神秘的面条秘诀来吸引顾客,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效应 顾客们相信面条之所以美味,是因为有某种神秘的成分或者独特的制作方法 而这种信念本身就足以让面条在他们的心中变得更加美味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阿宝的父亲对面条的热爱和对食物的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对食物的热爱和投入的情感确实能够转化为食物的味道 就像我们常说的用心做的饭菜,最美味 这种情感的投入是任何技术和秘诀都无法替代的 总结一下,功夫熊猫里的面条秘诀,虽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 但它教会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真正的秘诀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己所做之事的全情投入 而这,不仅仅适用于面条,也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所以,下次当你吃面条时,不妨想想阿宝的父亲 也许你的面条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味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疯狂动物城》 动物配音人真模仿 《疯狂动物城》《Zootopia》是迪士尼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 以其精彩的剧情,生动的角色和深刻的社会寓意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影片中的动物角色由一群才华横溢的配音演员们赋予了声音和生命 而这些演员们在为角色配音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用声音演绎 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这些动物的行为和特点 以便更加真实地传达角色的个性 首先,我们得承认,如果动物们真的能说话 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人类的模仿表示既惊讶又好笑 想象一下,一只真正的兔子坐在电影院里啃着胡萝卜 看着自己的同类朱迪·霍普斯·Judy Hobbs 在大荧幕上展现出比兔子还要兔子的行为 可能会想,嘿,我们兔子可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 也不会去当警察,不过那个跳跃动作还挺像的 而对于尼克,王尔德,Nick Wild,这个狡猾的狐狸 如果真有狐狸在场,他们可能会评价说 这个家伙的狐狸笑还挺到位的 但我们狐狸其实更擅长隐身和捉弄人 不过他那套西装确实挺符合我们狐狸的风格 配音演员们在为这些角色配音时 不仅要捕捉到动物的声音特征 比如兔子的活泼,狐狸的脚狭 还要通过声音传达出角色的情感和性格 他们可能在录音棚里模仿动物的肢体语言 比如挥动手臂来模仿兔子的跳跃 或者微微侧身和脚狭的眼神来表现狐狸的狡猾 这种身体上的模仿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入角色 让声音更加自然和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演员们的模仿也是有限度的 毕竟他们不能真的变成动物 但他们的努力和才华让这些动物角色变得栩栩如生 仿佛真的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这也是《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最后,如果动物们真的能理解这部电影 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人类的模仿表示赞赏 同时也会对自己在大荧幕上的形象感到好奇和惊讶 他们可能会说 这些两角兽还挺有创意的 居然能想出这么多关于我们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 只会说三个字 当然,我们要聊的这位树人名叫格鲁特 Groot是漫威宇宙中银河护卫队 Guardians of the Galaxy的一员 格鲁特是一种名为弗洛拉巨人 Flora Colossus的外星树人种族 来自于Planet X Planet X 它的特点非常独特 那就是它的词汇量极其有限 只能说,我是格鲁特 I am Grote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角色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的沟通方式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展示了最小化词汇量在交流中的可能性 它的这三个单词实际上包含了无限的情感和信息 这就好比是我们人类用非言语的方式 比如质体语言或面目表情来传达复杂的情绪和意图 格鲁特的同伴们 尤其是火箭浣熊 Rocket Raccoon 似乎都能理解它的我是格鲁特背后的各种含义 这说明了非言语交流的力量 其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作为一种树人 他的生理结构和生长方式与地球上的树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它能够再生,甚至在被摧毁后 从一小段枝条重新长出来 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了地球上的柳树枝条 或者多肉植物的繁殖方式 这种再生能力在生物学上称为萌生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自然现象 再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格鲁特的简单言语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作为一名外星生物 它可能会感到孤独或被误解 因此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来与外界沟通 这样,它就可以避免过多的社交压力 同时保持自己神秘而又亲切的形象 最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的人气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简单 纯真和自然的渴望 在一个复杂且充满信息爆炸的世界里 格鲁特的简单和真诚成为了一种反疫苗 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来自自然的安慰和治愈 总之,格鲁特虽然只会说三个字 但它的存在却让我们反思了语言的本质 生命的奇迹 心灵的深处以及文化的影响 而且,不得不说 它的这个特点也为银河护卫队增添了不少幽默元素 毕竟,每当紧张的情节中 突然冒出一个我是格鲁特 总能让观众会心一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这三部电影都以其独特的元素和故事情节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功夫熊猫》教会了我们真正的秘诀 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权情投入 《疯狂动物城》通过动物的模仿和声音 传达出角色的个性和情感 银河护卫队的格鲁特 则以他简单而又有力的表达方式 让我们思考语言的本质和文化的影响 从深入分析来看 这些电影都在不同的方式下 展示了各自的主题和寓意 《功夫熊猫》告诉我们 真正的秘诀在于努力和内在的成长 而不是依赖外在的技巧和秘诀 《疯狂动物城》以动物的形象和故事 探讨了社会问题和个人成长的故事 银河护卫队通过格鲁特的简单言语 和生物学特点 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力量 和人类对自然的渴望 这些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笑声 更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和人性的思考 通过幽默的方式 他们深入分析了一些复杂的问题 并以轻松愉快的方式 向观众传递了深刻的哲理和思考 最后我邀请观众们也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电影中的元素和主题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